反送將, 切鶴飯 切鶴飯 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 條例的草案已經壽終正寢 我們是認真回應了 我從來沒有因為這件事 是有任何心虛的 因為剛才說了 我們工作的初心 我仍然是堅實認為是對的 我想初心的說法是沒有說服力的 因為我想其實民間反對派 或者其他各方面都有提過不同的方案 是可以一次過處理台灣案 然後它都是拒絕的 完全都不考慮的 然後去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相信如果6月15日的記者會 都可以斬釘截鐵地撤回 其實整個局勢是可以降溫的 我不覺得在郡街見 是可以這樣撤回這條條例 否則令社會收到的訊息 就說條例根本沒有勒足之地 探討這次遊行的人數 是接近200萬人 一個人 林鄭如我所有的取態 和用的字眼 其實都是不承認自己有錯誤的 大家都不覺得她真的重視不義 我相信這件事 其實是令到整個運動 不會止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天處定人的 反抗戶頭也無人無敵 經理著的展示 活出一切的愛 只要擴出 成長力 我們仍然是很深入 我們的家園 我們付出我們的肉體 其實都是想守護我們這個家 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 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我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和痛心 並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使用屁股 paid 有依慨和痛心 你不給我 要知道 你也不要 我 下紫天為 有依慘和痛心 年吻這耐性 當我想有心 到我上有心 我會 不要緊 過幾月來 很多人都說過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但政府其實沒有尋求一個政治的解決 反過來就是繼續不回應 而令到民情一直在升溫或者遍地開發 與警察會有磨擦 接著有暴力事件發生 接著仇恨會增加 整個夏季令到很多香港人對很多抗爭的看法都改變 因為過往很多人都是所謂的和利非 很多譬如罷工、堵路等等 過往一些認為是很阻礙香港民生的抗爭手段 這次我想接受的程度都會大大提高 當政府的公信力很低的時候 未來就算不是這件事 在其他的事件上 政府提出任何的巨爭議事件 都會期望面對更加大規模的抗爭 生命呼天不應也不動情 豆豆轉轉的掙扎 過情花的生命也不動情 好、好、好、好… 部分極端分子已經令到這件事便宜 他们扬言要搞革命 要光復香港 这些行为 已经远远超越了 原来的政治诉求 这些挑战国家主权 危害一国两制的违法行为 会摧毁香港的稳定范围 他们的政治动机 就是冲着一国两制 这其中的异国根本来的 将现在的示威 因为某一句口号 就将它同一个港独纳上等号 然后由于这件事已经变成港独了 所以第一不能够让步 第二警察用更加大的暴力去镇压 是合理的 也都因为这样 差不多预示了五大诉求 我们都不会理睬你了 因为如果是让步的话 就等于向港独暴力等等屈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说政府可能最后会捱过 都不一定的 他们全部都不用下台 然后可能运动因为强力的镇压 而平息撞 但是政府赔上的就是 它自己的公信力 和整个警局的声誉 我怎会数多这样求你 这些说话要思求天亦不应 大概没有人怨听 所以我们将会在8月13日下个星期二就是复会 第二个工作是已经请了财政司司长领导相关的同事 制定一系列的输解民困和协助企业的措施 这些说话要思求天亦不应 大概没有人怨听